郭文貴議員 我必須首先說 我們本來是用假新聞 不過我們的政委他特別強調 假新聞不歸他管 所以我們原則上來講 我們把它換成叫做網路爭論的言論 但是當然我們會cover到假新聞的部分 但是各位千萬注意一下 這個政府裡面每一個人所管轄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我們尊重政委他負責的部分 唯 唯 好 OK 首先當我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各位大概知道這個議題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美國總統大選去年選舉的時候 所炒出來的一個大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產生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都很熱 但是沿著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針對這個fake news 或是我們說爭論議題的時候 很多全世界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討論這樣子的議題 假設你到Wikipedia去看 fake news 我把它當錄下來看好幾頁 難以想像說這個議題已經鬧到這麼大 而且在歐洲甚至在我知道在這個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歐盟EUIG EUIG就是歐洲的Internet Governance的會議 在塔令 塔令在一個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一個國家 開這樣子的會議的時候 也把這個fake news拿出來討論 因為討論很多 既然連社會學校政治學校都跑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蠻有意思的議題 我基本上是download網路上一個commentator寫的東西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不錯 他在講說這個misinformation的ecosystem 我們假設不能夠釐清錯誤信息的結構 我們就沒辦法去解決 我們今天談的不管它叫做假新聞 或是爭論的議題到底是什麼 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記住 假設我們不知道那個definition 其實你不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方法來解決問題的 那這個Claire她講了一個很有趣的 她說我們要了解這個 今天的這個資訊的ecosystem 我們就必須要break down三個不同的方向 第一個是內容的型態 它的動機 還有它是這個content是怎麼樣被誤解 或是被錯誤著傳遞的 它原則上把它分割為有七種不同的型態 各位可以看到 可能這個英文字太小 我簡單說 第一個叫做諷刺性 開玩笑 細孽 這個我想 我自己也常常在臉書做這種行為 你根本在講反話 講反話只有目的就是 逗人家開心 好玩笑 然後這個這個 或是故意去諷刺別人 第二種叫做故意的誤導 明明是這個他故意去誤導 另外一個方向 引人家 看起來是這個題目 那我想 在台灣我們經常會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新聞的title 跟新聞的內容兩個是對不起來的 新聞的title看起來很聳動 但是你讀內文的時候其實根本不是 第三個叫做欺騙 或者你故意在扮演模仿 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第四個叫做偽造杜撰 那我相信各位一定有很多經驗 特別我 剛剛跟我們政委開玩笑說 台灣第一個要杜絕假新聞 應該從政治人物開始 每一年選舉的時候我們就發現 假新聞特別多 偽造 杜撰的東西就特別多 不過這個絕對不是他的話 是我的話 免得他回行政院上班有點麻煩 第五個原則上來講叫做不正確的連結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網路上大家都會經常有連結 那Connectivity的時候 它有時候故意把你誤導到一個地方去做 明明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去那邊看的時候 結果發現 演的根本是不一樣的內容 這個我想只要在臉書 在網路經常活動的人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第六個原則上是錯誤 甚至是上下文是不對的 那很簡單 它就其實上下文故意製造 讓你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第七種就是篡改 這個各位大概也都知道 明明是這樣子的東西把它篡改 那其實篡改一定是壞的也不見得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們在YouTube最流行 YouTube最流行的地方 很多人把這個 我記得最容易被篡改的就是希特勒的影片 很多人想用希特勒的影片來做篡改 然後改成他所要表達的意見 跟原來的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說第一件事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在講Fact News 或是在講有爭論的議題的時候 有這七種形態 這七種形態 它甚至把它劃出來說 你那個Misinformation 它還有不同的Category 那不同的Category 代表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你到底是你的目的 或者相關的東西 你都必須要繼續思考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分析如下 譬如說它不是一個很專業的媒體 那坦白說我們不能怪 今天的媒體壓力非常的大 我想剛剛我聽到這個臉書陳書在講 我們今天臉書 這個媒體啊 光要survive都不容易 在想要survive不容易的底下 在過去我們媒體經常會有所謂的 編審的制度 後面都有審稿簽文的部分 但是為了要敢頭條新聞 所以有時候那個編審經常那個機制會漏掉 那當然還有剛剛講的諷刺挑釁 故意要煽情 那黨派的偏見 利益 政治的影響力跟宣傳 這個都是所產生的 那各位假設到wikipedia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他說我們如何能夠spot這個fake news 我們面臨到fake news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部分大家都知道 他說要consider 要思考這個資訊的來源 而資訊的來源最重要的目的是 確認這個的確是這個來源 是你可以信賴的對象 所以我說人類到了21世紀 21世紀的時候挑戰最大的是 叫accountability 這個accountability不只是組織政府 那iCAN每一年都要accountability做一次 今年在下一次會議在耶和尼斯堡南非 接下來在Dubai的開會 iCAN的accountability是第三次的accountability recheck 所有的stakeholder要對iCAN的accountability做確認 這個我想對亞洲的政府官員或是公務機關會比較不習慣 我們都以為公信力是 只要我是政府就有公信力 其實錯 這個accountability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給你的 accountability是你要去建構起來的 那iCAN因為我們不是政府組織 那我們必須要想辦法讓一百六十幾個國家 還有包括不同的multiStakeholder 認為iCAN是可以accountable 所以我們一直在調整機制來讓他變accountable 第二個他說你要check author 每次你在看一篇文章或看一篇發言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是誰 那他的習慣是什麼 比如說我特別喜歡吸唇 喜歡開玩笑 所以看我的文章有時候要蠻小心的 因為我常常亂開玩笑 那check a date 比如說假設各位還知道 有一段時間在非洲東東移民 跑到歐洲去的時候 有一張圖片播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用二次世界大戰逃難的相片 大家以為那個就是非洲中東的人逃難 要逃到歐洲去的狀態 所以很多時候他那個相片也是假的 也是用舊的東西來逗出來的 還有你要check你是不是有bias 然後read beyond 所謂read beyond就是你不要只聽一個消息 你要聽不同的聲音 在I can't accountability的建構的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是多方的角度來看問題 不要從單一的角度來看問題 supporting source 還有這是不是一個joke 或者你要問一些專家 才能夠去理解 在Wikipedia你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說真的 我們回來問自己 我們做得到這樣子的方式嗎 坦白說並不太容易 那我的簡單的介紹到這裡而已 那我等一下我要拜託我們的panelist上來 第一個我要請我們的政委 這個唐鳳能夠上來 然後接下來是陳述 麻煩你上 你可以從那邊上來 還有婉如 不是那個 曾跟營 若帆 若帆 還有Crystal 我還漏掉誰嗎 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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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簡單大概 我想唐政務委員大家都認得他 陳述總監我想大家也都認得 因為他剛剛已經發過言了 那姨若帆過去設在Google做法律 那現在他已經轉到醫師事務所 那曾跟營政醫師 他是從理醫事務所來的 那另外這個明宇 他是從跆拳回來的 最後Crystal他是從Mine來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希望有不同的代表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針對這個議題來討論 那在我們開始Panel之前 我想可能有幾位有興趣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議題裡面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要優先 是 政委你要不要先來 來 你先來好了 你有檔案嗎 我先特選 OK 我就特選啊 那我幫你按可以嗎 你做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I'm coming to hell OK 好 OK 好 好 正委來吧 我簡報沒有幾張,就好像四張而已,所以不會麻煩老師太多次空白見了 很高興能夠來IGF這邊,大家知道其實我過去大概20年的時間都是在這種老師剛剛講的文化下長大 可以說如果沒有IGF,以及後來的IPAN,我就不可能在沒有學校系統裏支持一下進行學習 所以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說以前我們能夠用這種就事論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的東西 好像僅限於這種非常硬的技術性的東西,但是隨著網路它進入大家的生活 我們慢慢不會說online offline,因為你現在offline的時候其實就是onland,但是你還是連在網路上 也就是說這兩個世界現在已經重合成一個世界,所以這樣子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繼續用這樣子的世界治理方法 可是呢本來的治理方法的朋友們也很不習慣,其實雙方都很不習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麼樣子 就是大家有點像是打一個不太好的比喻,就是說數位的原住民族跟數位的移民 要怎麼樣達到一個和解,而不是互相殺戮,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自己在進了行政院之後,其實我做的其實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 就是我記得我進行政院的第零天,就是說我報到的前一天,然後呢我去跟我們其他政務委員拜會的時候 當時的前一場院會正在討論頂級域名這件事情,我們要不要開放這個私人商業公司註冊頂級域名 然後呢,然後我們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理解的朋友們,頂級的意思是不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是不是就是像是頭等艙呢,還是什麼之類的,就是說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喻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畫白板,告訴大家說這個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從我進行政院第零天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呢就碰到了就是勞基法修法的這件事情 勞基法修法的時候呢,勞動部的那個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來告訴我說 在網路上面充斥著就是不正確的訊息,舉例來說大家以為只能在禮拜六跟禮拜天排班 然後排休假,然後造成企業主的恐慌,其實本來就可以排在任何一天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訊息就傳的,到處都是 然後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呢他們就寫了一個大概非常多頁的 可能列印出來大概六七頁的吧,的一個很長很長的一個問答集 用PDF的方式放在勞動部的網站,覺得這樣子就可以讓大家都知道了 那當然沒有人會去點那個網站,也沒有人會去開那個PDF捲到第五頁 來看自己的這個問題的解答在哪裡 也就是說這個對於這個澄清事實是完全沒有用的 所以說呢他們就遭到了我們在網路上面叫做分散式的服務阻斷 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們所有的電話的那個專線電話就被打爆了 他們花了三個顆的人手,在接全國各地的中小企業主包和勞工 打過來說,欸我看到說這個只能在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什麼之類之類之類 然後所以他們本來勞動部的事情就不用做了 他們所有的日常業務的人就是用來回答這些在網路上或在其他的媒體上面 媒體主聯媒體比較少傳播的這些不實的訊息 所以他們深以為苦 那所以說呢,我當時有做一個很簡單的具體建議 就是說你們既然有這麼長的PDF 那為什麼不把其中每一個回答給一個網址 然後放在勞工部的網頁上面 然後呢,就讓任何在回答的人可以連到那個網址 這是一個用結構化的方式 這個呢,我們同樣在網路自己的朋友們 這個就叫做FAQ啊,就叫做常見問答機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接近就是小學程度的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對於這個政府的朋友們來講 就是說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就理解到說 有一個結構化的問答機 每一個人問到你有一個網址去回答它 是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後來我就輔導建立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個也重點就是說 就是說不要再自己熟悉的媒體 覺得說我把我熟的這些媒體的主編啊 或者是這些朋友們這個說服了 他們就會自動的幫我去闢謠 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在網路上每個人都一樣大 你一定要就是有一個很結構化的東西 來說清楚自己的意思 所以那是我在1月的時候的一個具體的貢獻 然後接下來呢,我自己就成為了不實新聞的一個受害者 那在3月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 當時就是在院會嘛 我記得就是 NCC其實也不能說是主管這個 就是把網路上面目前現有的所有的狀況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然後在報告的時候呢 有提到第三方的一個查核的機制 Google有在建立 Facebook有在建立 待會這些朋友們會說 然後當時呢 因為院會嘛 那個徐發言人坐我旁邊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機制就是使用者看起來是怎麼樣 那當時因為英文版已經上線了 我就開了我的手機說 英文版長這樣子給他看 全部就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過了兩個月之後 在3月的記者會上面 然後呢 這個徐發言人就說 吳政宗政委現在對於這個社會上面 對這個假新聞的這個議題啊 他這個會有 當然的處理方式 完全沒有提到沒有提到我 那就有一位記者問說 這個都是有直播的 所以各位回去看影片 就是說 就有一位記者說 唐鳳南都沒有角色嗎 然後呢 這個徐發言人就好像 彷彿記得這個 一兩個月以前 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 他說 唐政宗好像有在做什麼問答集 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到最後 這個就是使用者 如果PO一些不實訊息 底下好像會跳一些什麼東西出來 那就好比像說一些傳染病相關的東西 我們也是有法律的這樣子 他就講了這些 其實每一句話都不是錯的 就是都是事實 但是呢 他留下了無限的 就是 就是叫做腦補嘛 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知道腦補大補 腦補最補 也就是說 他沒有講的部分 這個填控啊 這個我們媒體朋友們呢 就自己穿針引線的 他都填控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詹主委跟我 就遭受到了分散式的這個 服務阻斷的攻擊 我們的 我們的電話 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的信箱 全部都被打爆 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馬上站到以前 勞動部的那個位置上 踩到那個位置上 所以呢 後來當然接下來的院會 我們三個嘛 就是去發言人 我跟主委 就坐下來 把這件事情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我們自己打到公式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大家都已經被這種東西洗版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那所以呢 當時呢就是我就錄了一個直播 也寫了一個statement 然後也用了各種各樣的頻道放出去 然後呢最後呢 這個終於很感謝媒體朋友們捧場 就是在這個一場茶序上面 一次跟所有人講清楚 就是說 所謂行政院要掌控謠言 根本就是一個謠言 那我沒有用假新聞三個字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是依法行政 法律上面就沒有這三個字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來處理 法律上有不實 有謠言 有恐嚇公眾 這些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可是法律上面沒有定義的字 行政院沒有辦法處理 請下一頁 那所以呢 我們當時在就是對峙這樣子 鋪天蓋地襲來的 這樣子一種腦補的時候呢 我們做的事情是 我們在行政院的首頁 放了一個熱門議題 網路爭議訊息之治理 當時從首頁一點進去就看得到 那後來還印了一些文宣 但是當然最近被那個前瞻基礎建設洗過去 你要按下一頁才看得到 沒有沒有沒有 好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這個五張EQ嗎 五圈一叉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有五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一件事情是絕對不做的 就是我們不會做 控管性的立法會修法 大家腦補那個東西 是我們絕對不會去做的東西 只要我們兩位還在 它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然後 但是呢這裡面呢 公部門真正自己能夠動手做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結構化的問答集 所有其他的四件事情 都不是公部門可以做的 公部門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是有一個level playing ground 讓民間的朋友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讓整個社會看到 到底這些事是怎麼發生的 也就是說 有人來問為什麼做這件事 為什麼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做了這件事 我們要回答得出來那個為什麼 這個就是accountability 有人問我們就要回答 請下一眼 所以說呢 在就是所謂的問答集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有建兩個網站 qa.pdis.tw 是我們用gibook這個技術做出來的 就是我們在行政院內部有個討論區 用discourse加的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呢 對於新來的這些不同的謠言 各部會的朋友們呢 可以在確保彼此都沒有自己造謠的情況下 擬出一些回答來 擬出回答之後呢 我們審稿審過之後發言人打個勾 就會自動變成 好比像說最近的前山技術建設的問答集 的一個可以全文解鎖的一個界面 它節省了所有的部會之間 互相協調的一個負擔 然後也讓我們能夠更及時的去反應 大家對於前山技術建設關心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技術上的 但是呢另外一個部分 conability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我們透明之後 如果有人要追問 我們要及時回答 如果謠言來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問我 我馬上就說 根本不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謠言沒有滋長的空間 以前的問題是說 你寫到不管院長信箱還是哪裡 你可能要等二 就是二十天左右 你才收得到一份 可是裡面可能又回答你的問題 百分之六 那你要怎麼辦呢 這樣 那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有一個急問急答的 這樣一個空間 ask.pedis.台灣 這個其實是我在 就是入閣前就已經使用的 後來停了一陣子 是因為我想要確定說 第一個它是用自由軟體所撰寫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用 國外的服務了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自己用自由軟體開發 一個服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確保說 行政院的其他朋友們是OK的 我可以這樣子及時回答問題 請下一頁 好 那所以說其實接下來就是大家的事情了 就是說我剛剛就說 官部門除了結構化的問答題 以及provide我們自己的contability之外 其實我們不應該再做任何事情 那但是呢大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哪些我們可以幫忙了解 幫忙澄清幫忙跟大家講清楚的事情 我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願意去幫忙大家 那所以這個五圈一叉的這個概念呢 我有一個縮網址 在rumor.pdis.tw 那這個會重新導向到行政院的官網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部分有任何想法 或任何意見的話 也隨時歡迎在網路上詢問 謝謝 我其實在1998年的時候加入網路公司 那我在1998年加入網路公司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還沒有像Facebook Google這麼蓬勃的發展 但是坦白說幾乎所有做網路Portal 入口網站的公司都會養了一組人 專門負責再刪一些資料 那當時刪的資料其實基本上是三兩種資料 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種是色情 特別是child pornography的部分 針對小孩子的色情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暴力 或是那個evil argument的部分 那我記得那時候還記得的時候 是我曾經去過一個call center 結果那個call center的人跟我講說 你看那邊的十幾個人 就是雅富出錢 養他們正負責 去看每個頁面有沒有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接下來我想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我想既然我們政委已經開頭了 他說業者要致力 我們今天來了兩個業者 我們想問問他們他們怎麼去自立 負責去處理這個fake news 或是不管這個fake news 我們用的fake news 基本上是用國際上慣用的一次 這個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我能不能麻煩我們的陳總監來跟我們會 我幫你按就可以了 你只要講 能不能幫我轉過來這一台 這是Crystal的 這是Crystal的 那 抱歉 那叫Crystal先來 那好 既然是Crystal 那我就必須要特別講一下 它是很被關注的一個單位 這個Crystal這個LINE這家公司 我想很多人用很多 那尤其 這個治安單位特別頭痛 所以我想 應該讓LINE有機會來表達 他們怎麼這樣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Crystal來 謝謝無所 謝謝政委 然後NCC長官主委 然後在場各位先進 那我今天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可以 在這個TWiGF來介紹 LINE的一些特性 跟一些用戶的使用習慣 那我想LINE它是一個通訊軟體 是一個私密性的Messaging App 它跟Facebook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很注重一對一的個人 之間的隱私的通訊保障 那我想在在場的各位 既然會來參加這個場合 我想一定非常相信 那個Interventive Governance 最重要的就是Security 自安 Openness 開放性跟隱私 那我們公司 就是 是亞洲算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Messaging App的公司 所以我們也非常非常相信 這三個Pillars 是我們公司的最重要的目標 那今天就是很快速的 跟各位簡介一下 因為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公司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公司 全球才成立第六週年 那台灣才成立第五週年 那去年是在那個 美國跟日本雙上市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LINE 這個通訊軟體產生呢 其實是因為日本的311大地震 那時候我們的社長創辦人 就寫出LINE這個城市的人 他剛好募集了311大地震 所以他覺得在緊急的時候 communication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這個城市 就因為311大地震而產生 所以 因為在台灣剛滿五週年 所以在LINE LINE在台灣的用戶 總共有1800萬 那再來就是關於LINE的一些統計數字 我們全球的越活越用戶是超過2億 那全球來滿30個國家 可以下載跟使用 支援19中以語言 然後這是我們LINE全球的辦公室 其實最新我們6月15號在東京公佈的數字 我們全球員工人數超過4000名 然後國籍數超過25個 那最重要的市場就是日本 泰國、台灣跟印尼 那在矽谷也有辦公室 那這個除了LINE本身這個通訊軟體的應用程式之外 我們的Family Apps 就是家族應用程式總共有87個 那總共包括了數位內容 然後遊戲 然後大家所熟知的貼圖 新聞、計程車、快遞、外送 還有待會可能我會稍微分享一下LINE Today 它是全台灣最大的手機入口新聞的一個 Mobile Portal 然後這個LINE Today 它是台灣的工程師領軍 然後所設計發明創造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6月15號東京 也就是這個禮拜的四 在東京新發表了我們的AI產品叫Clova 那這個AI產品的本身的名字叫Wave 那你可以叫它的名字Clova 跟它做一些互動 跟一個就是個人的助理的一個功能 那在今年夏天會在日本先首先上市 那再來談到7月社會責任的部分 因為剛剛吳瑟跟這位很重視業者自律的方向 那我自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剛才提到LINE是因為311大地震所被發明出來的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重視災難跟緊急救援 那我們提供的免費平台包括了給刑事警察局 做免費的詐騙的澄清跟對民眾的宣導 然後還有捐寫的基金協議基金會 然後外交部的個人疾難 國人疾難救助 然後全國各縣市總共有13個縣市政府 我們在疾難救助的時候 就是免費開放給各個政府平台做訊息的發送 那再來就是簡單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商業營運模式 因為大家傳訊息是免費的嘛 所以LINE是怎麼樣做一個生意的經營呢 大家可以在左邊這個圈圈看到 我們其實43%都是在B2B的營收 那B2B包括官方帳號LINE ad帳號 切貼圖LINE points跟動態消息的新聞廣告等等 然後再來往右邊移動就是我們的數位內容 包括遊戲然後漫畫音樂占27% 那通訊的部分就是大家喜歡用的貼圖主題LINE out LINE out是有點像那個撥打電話的軟體 只有在日本可以使用 占了21% 那其他的就是包括LINE friends 一些公仔店占了10% 那接下來進入到今天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個人的通訊自由跟Privacy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很簡短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LINE是怎麼樣保護用戶的隱私 然後同時兼顧一個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這個部分 secrecy of communication 我想是各個憲法所保障人民通訊的自由 這個是不用多做解釋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權的一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很尊重 包括下面所寫到日本、韓國、U.S.E.U. 以及世界各國我們有在通訊軟體使用的地方 我們都尊重世界各國的隱私權 各資的保護來做一個用戶的protection的部分 那再來看到那個最左邊 我們剛才是講到法規層面嘛 然後看左邊的部分是我們的技術層面 技術層面我們是採取那個leggy 就是LINE的一個特別的encryption 加密的一個系統 那同時我們也用了第二種形式 end-to-end encryption letter sealing的部分 就這個很簡單的來描述它 就是你在 譬如說我跟U.S.E.U.S.E.在用LINE通話的時候 我們兩個會產生一個加密的金鑰 那這個鑰匙是只有我的 device 跟U.S.E.U.S.E.的 device會擁有 然後只有這個兩個 device在通訊的時候 兩組金鑰結合 它的通訊內容才會被看到 所以只要你的 device 你的手機不要不見 或是被人家拿走 你的通訊內容是絕對絕對不會被看到的 那就算LINE的員工也沒有辦法看到 我很想看我老公平常跟誰傳簡訊 只是看不到的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True Delete 你在LINE的通訊上 你只要一按刪除 它就是馬上完全刪除 你沒有辦法回覆 所以我們就要真正的Delete 那這個是我們在技術的部分的保障 然後再來看到最左邊 LINE做了哪些努力呢 包括我們去年發表了Encryption White Paper 我們的加密的白皮書 那這是第一次由亞洲的通訊公司 所發表的一個Encryption White Paper 那再來我們在日本 因為我們還是以一個蠻 服務集中在日本為主的公司 所以我們在日本有做一些 學校的security 資訊安全的教育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Transparency Report 那我想就是在座名聲很清楚 我們是亞洲第二 第一個是我們的母公司Naver 那我們是日本第一個通訊軟體 加上所有的電信業者通訊商 我們是日本第一個做Transparency Report 隱私權這個叫透明度報告的公司 那所謂透明度報告就是 我們列出了所有世界各國的執法單位 跟我們調資料的建數 以及我們對執法單位的要求 包括要一定以上的法院文件的許可 以及要嚴重的犯罪或是Emergency 我們才會提供執法單位的協助 並且我們會依照我們的隱私權政策 使用者的規範 然後還有我們在公司內部有很多的團隊 一起來做一個審核 就是外部的條件要符合法律的正確程序 跟我們內部的一些內規 我們才會提供執法單位的相關的協助 那這個就是剛才提到 因為我想E2EE就是 現在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Incryption等於Online Human Rights 所以加密是對於線上數位人權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很 這頁是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什麼是E2EE 那上面是沒有E2EE的話 你的那個通訊的內容 就會被儲存在Server端 那有了E2EE之後 就像我剛才解釋了 它是金鑰跟金鑰的結合 一個通訊內容才會被解開 所以就在你的Divine上 才會被看到 那在這邊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對於資安 非常非常的精進我們的技術 所以我們上個月跟一個資安公司 叫InterTrust 他的技術長是科學界的諾貝爾獎得主 Peter Trojan Trojan教授 他會跟我們公司成立一個聯合共同實驗室 是在美國矽谷 所以我們會在資安的部分 更進進我們的技術 那同時我們每年也是台灣的 駭客年會的白晶級贊助 那我們非常非常重視 用Crossourcing的部分 來保護我們的隱私權 再來下一頁的部分就是我們得到的一些國際資安認證 我就不一一贅述 那還有剛剛在之前的slide 我跟大家提到一個Light Today 它是由我們台灣工程師 領軍所創造的全台灣最大的手機新聞入口網站 那這個手機新聞入口網站 大概我們跟我們合作的媒體有40來加 那我們都是採取自律的方式 選擇一些比較具有公正性 然後大家的媒體 我們不會用內容農場的內容 那同時大家如果這個手機今天剛好有裝Line的話 可以幫我打開在第四個案件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新聞內容 那我們最近也是特別做了一個謠言破解專區 像它這個banner是一直才跑 像有美麗果啊 是不是有毒啊 麵包是不是有毒 無鍋魚什麼 疫情擴大等等 大家可以就是在台下可以幫我點一下 這個謠言破解專區 那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們有開放我們的chatbot 免費給一些公民團體 還有新創公司做使用 像Gilie Min就有做一個chatbot 就非常非常有名叫真的假的 它也是用複色的能力 然後來對一些線上的不實謠言做澄清 那最後我做一個很簡短的結論 就是除了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就是Line公司所做的一些努力之外 我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用戶 他是不是對這個假新聞 他有鑑別度 因為有些假新聞 或所謂的disinformation 它是需要一些專業性的鑑別力 所以我記得兩個月前 歐盟也出了一個文宣 叫做5 steps to spark fake news 就是你在轉機之前 你是不是要看一看想一想 聽一聽 這個是真的訊息嗎 還是假的訊息 然後同時在專業鑑別度的方面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在座的那個 各位政府長官 就可以多多的運用不同的平台 做一個即時性的新聞的澄清或訊息的發布 然後如果說政府需要有主動澄清的 跟民生相關的重大訊息的話 我想我們公司也是非常樂力的協助 以上就跟大家報告在這裡 LINE是在台灣我們的治安單位 最頭痛的一個單位 他剛剛已經做了解釋 不知道我們的治安單位 有沒有心情好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是 Global的問題 Global的fake news 被指責最多的就是Facebook 尤其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Facebook被說了很多 我想Mark也特別出來做相關的成績 就像我想剛剛陳總監已經講了一些 他們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假設記得沒錯 Mark出來講了以後 後面還是有很多人 尤其人體團體提到說 這樣子的方式有沒有違反到相關人權的議題 我想這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請陳總監大概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臉書 在這個Fact news這個部分怎麼樣去處理 那這個處理的過程裡面 不會去侵犯到這個人權 尤其是言論自由相關的這一塊 請 謝謝 謝謝吳老師 那那個我之前剛剛做過一個presentation 我就不再重複那個我們的一些背景的資料了 大家可以那個如果錯過的話可以看直播 然後那個吳老師剛才那個引述的那個Claire 那個FirstDraft的那些內容 也恰恰是一個第三方的一個獨立團體 那FirstDraft的那個Google也有份參與 我們Facebook也是成員 那通過他來對整個的這個虛假資訊做一些判斷跟研究這樣子 那我也很同意那個唐豐政偉關於這個假新聞的這個定... 我知道你也很不喜歡假新聞這個名字 一樣一樣 我們的看法就是說我們也不太喜歡就是說 Fake news這個term 或者假新聞這個term 我們現在用的比較多的說法 我們覺得是說是一個false news 就是這個新聞可以是錯誤的 至於說假或者不假 這個判斷起來是相當之有困難的 或者你說是一個misinformation 如果把這個範圍更加擴大的更加大一點也可以 那我們剛才在台下也在聊 就我也想重複就是說 如果從虛假資訊的角度來講 其實最難處理的是 涉及到一些政治類別的一些資訊 如果你說是一些天災人害啊 或者是有一些涉及到公共衛生的這些資訊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能夠快速方便處理的 就一旦那個公部門可以有一個澄清 那也可以比較快速的把這個訊息給傳達出去 但是涉及到一些政治的一些議題呢 就是說我相信就是很這個主委啊 這個政委都有經驗 這比較包括這個唐峰這位 您剛才自己傾訴的這個經歷 也是很難就是說一兩秒鐘 或者一兩天可以能夠講得清楚的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頭痛的地方 那這個呢又涉及到一個言論自由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的這個大的方向來講的話呢 那我剛才在presentation裡面也講 我們公司的使命是怎麼樣使得 這個世界更加的open and connected 那你如果從這個open開放性的角度來講 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那包括每次的這個選舉也好 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civic engagement也好 你要讓這個網路的空間有充分的言論自由 才是這樣一個民主跟選舉的這樣一個基石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剛才那個Line有提到有這個transparency report 其實這一部分Google跟那個facebook一早就做 那我們也很歡迎也很支持就是Line 終於加入這個transparency report這個行列 那所有的不僅僅是台灣 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部門對公的部門 像facebook提出的一些user data的request 或者是要有一些take down的一些request 我們全部都會記錄載案 那我們也跟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可以給到這個request 然後我們也會記錄載案 我們每半年發布一次全球的一個transparency report 大家也可以上那個facebook去看 然後也會有每一個country都有一個country page 你可以看到台灣的這個紀錄是怎麼樣的 那你給我100個request 並不代表我100個request 全部都要去那個處理 而且通常來講其實我們這個拒絕的這個比例還是很高的 有一些政府提出的一些request 是相對比較容易處理 我相信大家也明白 比如說我前兩天就收到一個request 是那個台灣的衛福部門 那他們說可能看到就是有人在臉書上面做烟槽類的廣告 那這個是禁止的 或者就是香港也有衛福部門 他們包括隱形眼鏡 或者有一些medical的一些products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政府的一個批文的話 你不應該在就是不僅僅是臉書 哪怕是傳統媒體 你不應該是去做推廣 那這一些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我們也會記錄載案 然後會take down 那涉及到其他一些 比如說其他一些內容的 你比如說是涉及到恐怖主義的 那它除了台灣其實這一塊 其實相對來講還好 沒有這方面的壓力 那我們也會完全去配合 那總的原則呢有兩塊 Facebook呢我們自己有一個叫做社群守則 community standards 簡單來講呢 其實這個概念呢 就跟你去銀行申請一個信用卡一樣的 那當你在申請這個信用卡的時候 你當然也是agree to它的這個 terms of service 你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那社群守則的話 我就可能沒有時間在這裡細數 但是大家可以上我們的那個Facebook網站 去看社群守則 community standards 你可以它分門別類 比如說我們對霸凌的定義是怎麼樣的 我們對仇恨言論的定義是怎麼樣的 然後比如說暴力或者自殘的一些行為 我們會把它的這個content拿下架 有一些很細分的一些那個產術 包括去年其實那個亞太的那個論壇的時候 我們有請那個美國專門有個做內容的一個專家 我的一個同事過來有跟大家講述 除了社群守則的這一部分之外呢 我們在任何一個國家這個運營我們的這個社群的時候 我們也當然尊重這個local的這個法律法規 所以呢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比如說台灣的一些對公部門 它會有一些案件 那它會通過就是法院拿一個court order 那我們也會遵守就是台灣的法律 如果台灣的court order 就如果能夠有一個法律的一個條文出來說 你應該怎麼樣去配合 那也沒問題 那有一些個別的案例呢 可能說這個內容是涉及觸犯到了台灣本地的法律法規 但並不代表它在台灣以外是違法的 那我們可以進行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措施 這個內容在台灣境內是看不到的 但是可能在美國還是看得到的 那這個也是就是也從另外一個程度上面來講 我們也是表達就是說對不同的這個文化跟這個背景的一些尊重跟理解這樣子 那我也想再小結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處理這個虛假資訊的這個問題呢 可能就是說大的方向我們是從兩個方面來走 一個方面是從工具入手 那包括就是說有一些factor checking的一些tools 都慢慢慢慢在研發 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說不但地去吸取一些經驗 怎麼樣 就美國因為通常都是會第一波我們先做 然後那個慢慢慢慢再怎麼樣把它全球化能夠更完善 這是工具的這方面 這一部分主要是工程師那邊在負責 那我們覺得說單單有工具那一部分去比如說是去刪除一些虛假資訊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你可能能夠刪除一百個甚至一千個 但是明天可能又會有其他的資訊出來 長期來看呢就是說新聞素養的這個培訓還是相當重要的另一個環節 如果你單單靠一腿一個腳走路就是單單工具這一個腳走路 而沒有就是說一個長期的一個新聞素養的一個配合能夠支持上的話 其實長遠來講也不實際解決這個問題的 所以新聞素養的這個培訓呢就需要就是說媒體、學界、NGO 那包括就是說科技公司本身 那科技公司也當然就是我們也很歡迎就是說LINE、Google、Yahoo 那這個也要感謝就是說NCC在今年已經召開了兩次這個會議 把所有的這個我們講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我覺得在台灣處理這個虛假資訊的這個工程當中 我覺得NCC扮演一個很好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充分發揮了一個multi-stakeholder的這樣一個功效 那好像就是說因為最了解台灣實際情況的 肯定是台灣的政府部門、台灣的NGO本身對跨國企業來講 那我們也很歡迎就是說我們通過NCC把台灣的煤官、把FAME、把台灣的季協 還有我們那個世新、政大、台大的新聞系的學者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那有這樣一個平台 那我們可以充分就是說我們可以告訴業界說 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是怎麼樣的 然後他們可以告訴我們他們的困惑是在哪裡 那有回應就是說唐豐九尉剛才提到 我覺得就是說台灣目前就是做得最好 就是說可能就是政府知道就是說他的角色在哪裡 然後到哪一個部分他會停止就是不會再繼續下去 那你比如說如果NCC把大家召過來說 NCC好像老闆一樣說你們應該這個 那這個就很有爭議了 這個就會涉及到一些言論自由的問題了 那你把大家召集過來作為一個平台 讓大家充分自由去討論 也不會我去參加兩次NCC的聯繫會議 他也不會說你一定要說這個一定要不要說這個 我覺得大家這個討論的本身就很充分表明 這個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性 我可能就先說到這裡 然後可能有問題的話再可以討論 謝謝 剛剛陳中堅還蠻客氣的 他沒有提到說其實很多培訓或是素養的建立 是我們的學校應該要做的 那個教育部其實也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能夠讓我們的學生有更多的判斷力 接下來我想要從業者轉到我想比較批判性的 我們從人間團體來了 我們想先聽跆拳會怎麼看這個議題 我想包括透明化 這個報告的部分 跆拳會也投入蠻多的 坦白說我覺得跆拳會在台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把它當作負面的 我其實把他們當作英雄 我說叫我去上街頭我從來不會的 每次看他們上街頭 我都在那邊很羨慕他們 不過anyway 今天民軒 你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從台拳會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不管是業者或是政府 在假新聞這個部分 在人權包括在個人資料 隱私相關的部分的處理的部分 我們的跆拳會或是台灣的人權團體 覺得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再繼續努力來強化的部分 來明軒 好 謝謝吳Sir 大家好我是台灣人權促進會何明軒 我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吳Sir把跆拳會講得很重要 有聽過跆拳會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 謝謝大家 好 因為我想說真的大家都有聽過嗎 跆拳會這個組織其實大家都有聽過 但是其實它成立到現在大概32年 1984年成立的 那早其實是關注 既然時期成立了 所以早其實是關注政治犯救援 跟一直彈丸運動 那到近來 其實真正關注在 特別是網路上的隱私權或言論自由的部分 其實是到最近 可能四五年來才開始發展到這部分 那當然一直以來是有關注隱私權 但沒有那麼focus在網路上的 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 所以其實 就像剛剛吳Sir說的 跆拳會在 因為他的背景的關係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裡面 他其實不是 一個很 很舒服的角色 我們最近也在想 我們到底 如果有一隻動物可以代表我們 那到底是什麼 所以 我們打到拿牠來募款 然後有可能是 什麼烏鴉之類的 然後 所以 所以等一下講的話 可能有一些人會不太開心 我不知道 應該不會 好 那 談到假新聞這個部分 其實從人權團體來看 我直接想到的 其實就是我最近在遇到的一個例子 整個跆拳會 其實不管 我猜大家應該都有遇到 最近臉書上 有很多 台灣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的臉書 有很多 假消息 真的是假消息 那個真的是會造成危害的假消息 今天早上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 黑魔大大寫的 然後就是 關於去怎麼識別臉書上的 假的 就是 商家的廣告 因為 最近 真的有很多 譬如說4T的硬碟賣一千塊 然後 你敢信嗎 然後 就是這種東西 在 最近所有我的臉書頁上 就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 然後真的 有很多人就會跑過來問說 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這麼便宜 要不要買 那 後來今天早上說 透過一些工人的智慧 不是人工智慧 說 這個可能是假的 那 就是說 的確有一些假消息 它是 它不一定是由新聞媒體發出來的 所以我想這是Fact News 不喜歡用這個Term的原因 就是 那 有一些消息它是 可能是 某一些人 不是媒體所做出來的東西 那它的確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 那 這個東西該怎麼辦 那 呃 但是 我先說一下 人權團體一直在這方面的觀察 就像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提到的 唉 對我們來說 要解決這個部分 其實連帶的也要解決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最在意的就是政治人物的言論 對 那 就是 剛剛其實吳蛇在他的介紹裡面有提到說 其實每當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到很多 呃 未來沒有兌現過的政見 從來沒有兌現過的政見 那 這東西 到底要怎麼去判斷它 到底是不是所謂的假消息的一環 就是總之有很多 的確在處理的時候 有很多的議題是很難理清 或是 你看的這一面跟我看的這一面 其實是很難成為一個整體的 所謂構成一個整體的事實 這樣子的面向 那 包含最近 NCC也處理到同婚的議題 的那個廣告 那那個是在傳統的媒體上出現的 不太一樣 那 或者是說 一直以來 我們 原住民在凱刀上面 所遇到的 他透過總統的承諾 承諾了一些東西 但至今還沒有兌現的一些傳統領域上的爭議 那這個東西 在我們政治人物的嘴巴裡面講起來 是我們算是假消息 那 或者是說 在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都市更新 那 我們的政府說的是一套 說會有事後安置 說會有相關的保障 那 事後發現其實都是跟人民的想像有落差 這對某些人來說 是不是假消息 那 所以在人權統領域的關注的立場 一直都是 會比較保有戒心的在關注這件事情 那所以連帶的會比較 對於政府或企業要採取的 或是政府跟企業經過討論之後 要採取的相關作為 會比較有距離感 對 那包含剛剛那個陳總監 陳出總監所說的 NCC找大家去開會 然後 會議中怎麼進行的過程 其實我們也非常在意 不是說NCC找大家去開會一定不行 而是說這個東西到底在什麼意義下 對外界來說 是一個MultiStateholder的參與模式 因為 對 因為 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講得有點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幾個 原則可以去考慮 就是說 假新聞這個議題 它其實是一個很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 多面向的問題 它 就是剛剛其實各位語台人其實都有提到 它其實不只是政府單位的問題 不只是 它是 企業的問題 所謂網路中介人的問題 然後 不只是 人民的問題 它是這些人要合作起來 去 Figure out才有可能解決的東西 那所以 我就提供一些資訊給大家參考 其實台群會在這部分 因為其實關注沒有很久 所以其實 老實說 我們沒有太多好的解放 但有一些資訊可以提供 比如說在國際上 就是我最近常常講 NZ應該也常常被我常常聽到 聽到很煩的 就是所謂的 馬尼拉原則 這件事情 那其實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Google 馬尼拉原則 中文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最近 經過社群 台灣社群的翻譯 已經有繁體中文版了 那馬尼拉原則 它的原則上就是在 在說 網路中介者 譬如說Google 譬如說Facebook 譬如說 中華電信 以本土企業為例的話 那 這些網路中介者 他提供你使用網路的服務 讓你去接觸到網路上的資訊的這些人 他們對他們的內容 應該要負起什麼樣的 什麼時候應該要負起什麼樣的責任 那 那 在馬尼拉原則 馬尼拉原則這個東西 是大概2014年出現的 那2015在聯合國的IGF 也有討論過一次 那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中介者 他其實 原則上 如果不是法院 如果他的內容 不是他自己生產的 他也沒有去動他的內容 那原則上這些中介者 他 不應該為他的內容 擔負法律的責任 那 言下之意就是 你政府要提出請求的時候 其實我 要求 要求這些網路中介者 要去 把某一些特定內容移除掉的時候 其實這些網路中介者 如果沒有收到法院的命令的話 他原則上是不需要去做 任何動作 都可以啦 就是依照這個原則來進行的話 當然 這裡面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包含說有一些 可能真的有很緊急的事情 要發生的時候 那 譬如說 某個兒童的圖片 兒少色情的圖片 被放上網的時候 這東西該怎麼處理 因為你可能 再等到那個法院程序下來之後 可能就會 太遲了 所以 有很多可以考量的東西 只是說 提供大家一個資訊 大家可以去 參考 現在國際上有一個討論的 這樣子的趨勢 那這是關於網路中介人的責任 那包含 聯合國今年在三月 三月底吧 就是他們 聯合國有一個程序叫做特別程序 在任權理事會底下 那 他 當然台灣不是一個聯合國的議員 所以一直講聯合國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是其實也 就是如果你要去跟其他國家打交道的話 勢必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 聯合國的特別程序就是針對一些比較有爭議的言論 有爭議的議題 他會出一個特別的一群人或一個專家去做這個爭議事件的調查 那 其中在三月的時候 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就針對了假新聞這個議題 他發表了跟其他幾個團體 幾個國際NGO一起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那在那個聯合聲明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去查它的英文應該就叫做 Joint Declaration 然後你查Fact News 應該就會查得到它 那裡面就針對了企業 針對媒體 新聞媒體 針對一般人 針對政府 他所該擔負的角色 以及該負的責任 其實都有相關的說明 這樣子 那 回到台灣來 其實你拿那個聲明回到台灣來 你就會看到 就是剛剛政委這邊已經有做了澄清了 就是他其實是假新聞的受害者 就是他 至少政府這邊沒有要做事實查核機制 這件事情 那 所以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說 事實查核機制 這個在台灣可能是主要處理假新聞的一個主要的議題 主要的管道 那 目前在發展的主要的管道 就是可能還沒有在檯面上有一個 讓的很正式的東西 但是可能未來就是朝這個方向會 可能會前進 那 事實查核機制它到底該要具備 就人權團體的角度來看 它到底該具備什麼樣的 對 那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 事實查核機制 來去說一個新聞是假的 來去說某一個新聞媒體說出來 或是某一個人說出來的東西是假的 那 誰來保證說這個事實查核機制說的話是真的 那 這個東西會不會連帶影響到說 現有的新聞媒體的公正性 它發出來的東西 我就是要經過第三方確認之後才得到承認 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到新聞媒體現有的公正性 所以 就是一個無限後退的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誰要去集合事實查核機制 那誰要去集合那個集合事實查核機制 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樣的狀況有可能會去解決 真的有可能會去解決所謂假新聞的問題嗎 我是很納悶的 因為大家可能 就是 拿最簡單的同婚的案例為例 我希望這裡可能 如果你是反對同婚的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那 就是說 有這麼多澄清同婚的一個言論在檯面上了 但是基本上兩方都還是在各自兩個極端的 各自兩個點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 你接受到澄清的言論 基本上你是不會去相信那個言論的狀況的 不然現在檯面上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出現 所以 對 所以 部分沒有什麼好的解答 只是說大家也許等一下可以討論一下 那最後最後就是 我是不是佔用太多時間 最後就是 台灣的 就是很感謝那個 Facebook Google 或Line 他們其實都有提供了 台灣 網路透明報告 那我們 我們也很希望除了台灣的政府 特別是 就是 現在難得有數位政委 這麼開放的數位政委 那 是不是台灣政府也願意自己做 然後台灣的本土企業也願意自己做 讓台灣的人民可以知道說 自己在 隱私權跟言論自由上 到底政府跟企業之間的配合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進行的 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有兩位律師 兩位律師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這樣子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部分是從Legal的角度 我們怎麼去判斷 不管它叫Fact News 是假新聞 或是假消息 或是 這樣子的東西 那 譬如說 不管剛剛Line在講的 它用 的方式 或是Facebook 在用 這個NGO的方式 來做 這樣子一個判斷 包括 假設我記得還沒錯的時候 那時候 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太陽花運動 在霸佔立法院的時候 坦白告訴各位 因為我忽然在半夜接到一個電話 是劉靖怡打電話給我 劉靖怡打電話給我的理由是說 這個台灣運動 放了很多電影到YouTube去 都被 都被 下來了 那 劉靖怡知道 我跟Google有認識 他說 你能不能跟Google聯絡一下 我們那個東西 又沒有暴力 又沒有社情 為什麼要被 打電話 那我也幫忙打了個電話 做一個這樣子的澄清 那我要問兩位律師的問題 就在這裡 不管剛剛講說 這個業者 他們很希望自律 那這個自律的方式 比如說 從最早期的Yahoo 去打電話 一些社情 或是暴力的東西 一直到今天 比如說Facebook 或是LINE 不管他用M question 的方式 或者用 用剛剛講的這個 NGO相關的 社派對的方式 來做 這個 提醒 或是什麼樣的進行 從第一個的角度來看 這個 我不知道兩位律師的 看法 是什麼樣子 我想 是不是先從 曾律師來好嗎 都可以 我想都可以 那就先講 先請若凡好了 而 若凡今天不是代表Google 他是代表他個人 所以 我們不要誤解 雖然他過去在Google上班 OK 若凡來 OK 謝謝 那我想今天時間 有一點 有一點急 所以我其實我想share 其實呢 其實不僅是從一個legal 我也可能 稍微控制一下 時間 每個人大概五分鐘 因為我希望保留15分鐘 假設有人 想要問問題的時候 可以 到麥克風來 跟我們來做互動 來 謝謝 對 我想我今天其實算是一個律師的身份 可是我覺得Internet Governance 這塊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只是純legal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它其實跟產業的互動 跟社會的互動 還有跟法律互動 其他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我想簡短來 share 我想大家談了剛剛很多問題 就是產業面這邊的問題 政策這邊的問題 我想從一個 比較更high level 一點的一個方式 我們在談網路的爭議的言論 其實現在fake news 現在是大家最熱門 可是就像是吳老師講的 其實它從Yahoo那個時代 其實就處理非常多 每一個大的Internet Governance 其實都Internet Company 其實都在處理這些問題 從最早期的時候 這些色情暴力 然後現在我們前幾年 談比較多的其實是霸凌 然後到現在的fake news 其實這些都是網路的爭議的言論 我們可以看到網路爭議的言論 其實講的 其實像fake news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極端 就是它是一個假的一個消息 怎麼來處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言論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Layer 從色情這些比較Eatrain 到一些仇恨 說實上一些讓人家 比較不舒服的言論 其實它有非常多不同的Layer 那這也讓我們其實變成是說 非常去難處理 就是說什麼 像是一個叫做一個網路爭議 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大家可能其實比如說 我拿一個最簡單的 其實大家 怎麼叫法律上的毀謗 對不對 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今天罵一個人 他算不算是毀謗 其實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看到其實在社會上面 即使是在台灣 大家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標準 那我們更不要講說 現在其實是 Internet是一個global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global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EU對於比如說 一個privacy的一個看法 跟美國的看法就不一樣 那更不用說跟亞洲 甚至跟中國這邊的看法 全部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網路爭議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能是需要認知的 就是說它有這麼多不同的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上面的差異 社會上面的差異 然後還有法律上面的差異 那所以我其實是想是說 我想share就是說 我對於政府這邊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當然知道 在legal上面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大家 剛剛明鏡也有講到 我們有馬壓原則這個部分 我們最早的時候其實在 處理盜版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平台業者其他的 他的一個義務就是說 你必須要know this and take down 這個其實是早就發展出來 可是就對於現在這麼多一些爭議 這樣的一個言論 那政府要怎麼樣真的去處理 我們可以說處理 或是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就是說 政府其實是比較難 真的有一個法律這樣去管制 不僅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台灣更嚴重的一個情形就是說 因為大部分這些平台業者 都是在國外 社會都是在國外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台灣 其實是一個更特別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讓這個法令其實非常難 那我也認為其實就 剛才我們講的這一些就是說 它有這麼多不同的Layer 你怎麼樣用一個法令 然後我們就牽涉到 有不同的這樣利益 比如說是言論自由 你還有一些資訊自由的流通 這樣子一個價值 我們要怎麼樣 而且政府適不適宜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控管 其實都讓我覺得 其實我想 echo 剛才那個政委這邊的一個講話 就是說法令在這個部分 法律的管制 其實我看起來覺得它是一個非常 可能是一個比較難 甚至是也比較不適當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回過頭來想 那政府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可以是什麼呢 我們當然可以聽到 剛剛很多聽到一個 一個自律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部分其實當然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趨勢 那政府其實也在扮演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覺得剛剛也聽到 大家講到很多就是說 我覺得政府在裡面 其實扮演更多可以其實在一個 這個Multi City Holder這樣 你怎麼建立這樣整個的一個環境 因為畢竟當業者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他的connection 他能不能建立到整個 這樣的一個ecosystem 這樣整個的討論 還有整個事情的發展 是不是能夠順利 這個其實或許是政府 其實有更多這樣的一個角色可以扮演 讓社會上面有這些interest的人 可以進來這樣的一個process裡面 來參與 什麼叫做業者的self-regulation 那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很多self-regulation 其實是由這個跨國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大的一個internet company在主導 那台灣的這些local的這些platform 他怎麼樣能夠跟上 就是說一個international這樣的一個trend 一個趨勢 其實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想政府在這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的角色其實是可以扮演 那第二個其實我其實是想談到 明軒剛才講的這樣子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說 從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些大的這些網路公司 其實從很早以前就開始處理 這些網路上面所謂爭議的言論 所以像是Google 像是Facebook 像是Line 其實大家其實都有 自己本身就有一個自己的policy 對於什麼樣的言論 其實是需要take down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可是我們看到 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這邊其實發生 通常發生問題是什麼 那一個比較極端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 Law enforcement這個部分 其實它怎麼樣跟跨國企業 這個部分 或是大型的這些 Internet Company 這個部分來做合作 其實這個其實是 還是有它的gap在 那這個gap存在於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 這個我們執法單位 我們不管講的是警察 或是法務部 這個部分他們其實在 在索取很多資料 或是要跟網路公司合作 或傳統公司合作的時候 他們比較沒有所謂 什麼叫它的legal basis在哪裡 它要怎麼做 它要怎麼樣符合這些 這些我們講說 法治國家要件 這樣的一個事情 在這個部分 其實它的認知其實比較少 因為在傳統的文化裡面 或是傳統的企業裡面 這一塊並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當它開始要跟網路公司 合作的時候 privacy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data 我們要怎麼樣保護data的 的這樣子的 user data這個部分 變成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gap 彌補起來 把它填補起來 讓這個網路公司 可以跟這個 law enforcement這個部分 有更好的一個合作 尤其是現在網路公司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明天講的 transparency report 他們做了好幾年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怎麼樣讓政府能夠 這些執法單位能夠了解 就是說它的request 其實這些企業也是需要去做 因為它需要對它的user負責 而且到最後 這個部分才會 在所有的balance 的interest裡面 它到最後才會變成一個 比較好的 outcome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做 那最後一個 我其實也看到一個 有趣的這個 國際上的發展 它變成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比如說 大家以前 2005年的時候 大家談很多span span的問題 大家那時候才想說 我要不要立一個法這樣子 那時候也談得非常的那個 可是還沒有立法的時候 看起來現在這個問題 就比較不是那麼 那麼在被大家關注 為什麼 因為technology 其實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對 technology 它某程度它幫 它不能解決完全的問題 可是它可以 用比較technology的方式 其實來 來讓有一個 比較efficient effective的 一個solution出來 那我們在想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正義的言論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 其實也是這樣做 我們看到其實國際上面有一些 一些stop 開始關注這個事情 它開始用AI 用deep learning 它開始來有這些技術 它希望 發展這些技術之後 可以協助 不管是 這些小的 這些platform 或是大型的platform 其實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所以政府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是也有一些角色 其實可以讓台灣的這些 有興趣 在做這個事情的人 其實有一些awareness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政府 所以我覺得 除了一個管制這樣的關聯 其實在整個 這樣子的issue裡面討論 其實我覺得 或許我們有更creative的一個solution OK 謝謝 謝謝 若帆 我想 若帆剛剛提到的兩個事情 我覺得是蠻值得大家來思考 尤其政府部門 你能夠做什麼事情 就像剛剛所有這些業者在講的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guidline 有一些guidbook 譬如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那些東西要把它take down 要把它做處理 或許我覺得我們的政府部門 應該要對他們這些guidline 要有一個理解 因為假設你要去challenge他 你總要對他了解一下 你才能夠幫他 去跟他們 不管是你要跟他做互動 或是在coordination的部分 而不是在完全不理解的狀態下 好像問題就是他 然後就是要從他那邊去處理 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我講這是第一個 我想若帆提到的一個問題 若帆提到的第二個問題 其實非常有趣 坦白說 2005年的時候 那個垃圾郵件的問題 我一直反對 訂定所謂的垃圾郵件管理辦法 那我當時的反對的理由 我也簡單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反對 在2005年 我們台灣政府都已經知道 垃圾郵件95% 是來自於台灣以外的地方 你訂定那個垃圾管理辦法有什麼用 你管那個95% 你95%根本沒辦法管 所以到後來我們都知道 那個垃圾郵件管理辦法 根本幾乎是定了一個辦法 放在那邊對的回程 我就是這個 或許我們的政府的部分 在這邊可以多一些理解 來跟業者來做更完整的一個互動 我想接下來的部分 麻煩那個珍麗石貞跟妳 來跟我們說明 來請 喔 你有投影片是嗎 OK 在那裡 當然 不會 我會想到 我會想去 馬上 在那裡 在那裡 正律師可能時間稍微擴置一下 OK 謝謝 因為時間很短 我就每一張很快地講過 我今天想要從Internet的開始 跟大家談起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言論自由跟講新聞防治的專家 那我覺得我想要從隱私權牽入這個議題 在1996年2月的時候 John Perry Burrow發了這個網路的獨立宣言 它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它是直接指出說政府要退出網際網路 這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一個世界 我只是今天想說帶大家回到當時的狀況 那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大家其實是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在虛擬的世界有一個分身 然後在虛擬世界每個分身互相的交流 產生的一些行為產生一些互動 那就是說當時我們想法是把虛擬跟真實區隔出來 然後看看這個實驗往後走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那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兩個命題吧 或是兩個重要的宣言 一個是匿名性 就是大家都覺得在網路上的行走江湖 應該都不要知道在真實世界是誰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資訊是要百分之百完全自由流通的 我覺得這兩個當時的重要的命題 跟今天討論的隱私權跟言論自由 剛好就是兩個重要的主題 可是後來發現時間變了以後就不一樣了 我記得我當時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每個美國人都很神秘 他從來不告訴我 他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 都沒有什麼八卦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好臉書上面貼了那麼多美國人的照片 美國人的新聞 美國人的隱私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一直是個cultural shock 那現在整個世界就是 大家都很願意在社群媒體上面 分享自己的隱私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呢 因為科技的進步的結果呢 網際網路原來要求的百分之百的匿名 跟百分之百的自由很早就不存在 因為很多的科技的application 都會連到你的identity 包括手機的定位 我們最早的時候在研究網路發售 一直在討論說 網路的IPaddress到底是不是個人資料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trace到單獨的某個個人 這個花了很多時間寫 然後為了要保護所有的業者 我們也寫了很多說他不是 他真的不是 可是現在呢 每個人手機拿出來 就直接連到某一個user 某一個個人 我想這個理論就比較難建立 所以當這兩個世界合在一起以後 就發生了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很多情況我們在真實世界的言論 都跑到虛擬世界去了 我們都把我們的真實生活分享到虛擬的世界 但是同時呢 如果你想要不連結還是有可能 然後還有另外一群人 他不連結他的真實身份跟他的虛擬身份 然後在網路上面不斷地放言論 然後結果大家看到就是假新聞不斷地跑出來 那其實假新聞它不是一個現在的議題 其實它一直在人類文化存在的 我相信只有媒體報紙的時候它就存在 只是說在科技的情況下 傳遞的速度比較快 那在現在的情況下 因為如同我剛才講的 因為大家在網路上面放棄了某部分的隱私權 交換了我們想要的免費的服務 也漸漸地也把我們對於言論的 粵聽權的主宰卷放出去了 在這個同時呢 就促成了假新聞的傳播的迅速 那剛剛一直提到說 就是平台跟科技業者 對於這個法律還有個人資料的一些保護的情況 其實如果我們嚴格地去看我們的法律制度 其實三權分立司法刑事訴訟 這些規定都是很嚴格的 其實如果我們很遵守法律的話 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隨便一個平台 就拿得到個資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制度寫得很清楚 但問題是說做起來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子做 那如果說我們要討論說 有沒有在用這些個資去偵查犯罪 真的有 每天面對各種不同的犯罪 如果我們今天其實把假新聞加進去 它其實也是其中之一 好 我覺得它就算加進去 也不會去增加各自的 就是說主管機關去侵害各自的情況 我覺得除非是主管機關沒有按照法律去拿資料 或者是說平台沒有按照法律去給資料 還有一個大家會很害怕是說 因為追查假新聞這個議題本身就特別的具有爭議 那因為這個爭議性大家會覺得說 假新聞不可以變成是一種犯罪 或是一種政府機關 或是執法單位去追查的某一種行為 那假新聞大致的分類 大家剛剛其實已經講很多 我這邊不從述 當然它是有純粹的假的 或者是不小心寫錯的 或者是故意misleading的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聚焦在就是假的新聞的這個情況 如果提到假新聞的話 我想了很久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有隱私權 有言論自由 可是請問我們人民有沒有不被騙的自由跟權利呢 我們的法律有沒有這樣規定呢 那我們在這邊 右邊兩個其實跟今天議題比較沒有關係 政府部門的資訊公開 這是一個很老的議題 那有各種的法律制度 人民的資的權利新聞自由去監督它 那人民如何提供給資訊給政府 這剛剛有提過 這法律都有規範 按照法律的程序 如果沒有法源的話 政府不可以強迫人民給資訊的 那私人之間的資訊流通呢 其實這塊就是言論自由最大的保障 在廣告跟商業的言論有各種不同的法律 去要求說廣告必須要真實的 因為剛剛有提到毀謗 妨害名譽公然無誤 詐欺等等 那我覺得最嚴格的是證券交易市場裡面 財報不實的針都很重 再來就剛剛一直提到的謠言 我本來以為謠言沒有入法 後來用謠言做關鍵制查 謠言入法的地方蠻多的 一個社會秩序維護法 如果你放謠言影響社會安寧 你就可能被認定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然後在選霸法裡面也是有 如果你去意圖影響選舉的結果去造謠的話 也會可能被認為違反選霸法 另外剛剛有提到傳染病防治法 那 喔謝謝 太好了沒有別的 那我們需要額外的立法嗎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一二再倒回來 對 因為我想聚焦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思考這件事 我只思考一個 就是把川普的假新聞放在網站上的馬其頓的少年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用法律來制裁他呢 如果我們用陷阱法來看的話 請問他是詐欺嗎 其實他把流量帶到了廣告商的網站 廣告商其實真的有得到流量 所以廣告商付錢給他 好像看起來他沒有騙廣告商啊 那他真正騙的是點擊進去的人 可是那些人都沒有付錢給馬其頓的少年 所以他好像不是詐欺 那請問他是用詐欺去影響選舉結果嗎 我們在刑法跟選霸法都有寫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前提要件 就是他要意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可是我想馬其頓的少年應該沒有意圖 他的意圖是要賺錢 而不是要讓川普當選 所以這個可能也做不到 再一個就是剛剛一直提到國界跟管轄權的問題 他就在馬其頓請問我們要怎麼抓他 如果大家反過來想 如果這個抓得到的話 那如果對岸有人在操縱台灣的選情 或是台灣操縱對岸選情的時候 那兩岸要怎麼操作這個國界跟管轄權 我想這就是一個更大的議題了 所以最後會再比較一下這種馬其頓少年的新聞內容 跟我們平常看到很誇大 比如說那邊有一個仙女仙妓的照片 或是有個男人很強悍的標題 我們通常就會點進去看 那這兩種內容到底哪裡不一樣 為什麼如果是馬其頓少年的川普的假新聞 我們就一定要制裁他 其他種的每天賣東西很誇大的 我們就不怎麼覺得 他再怎麼泛濫我們都算了呢 那前面一頁前面一頁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些 我只是要表達說 這些浮泛的假的言論 它一直都在人類社會存在 歷史上也存在 我覺得網路唯一幫忙的是 它速度傳得很快 但是我們要法律進來幫忙 要規定很嚴格的規範的話 我想也未必 我覺得我們現在對於言論自由規範最嚴格的市場 就是證券市場 你財報不實就是行責 你如果放了假消息出去 你就操縱市場也是行責 操縱市場的這個法律責任 其實如果有研究證券法都知道 非常難解釋 可是這兩條下去以後對企業組產生的來說 就是上市公司在公開場合要發表商業訊息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即使一組律師去討論 都很難決定它的尺度跟範圍 所以我想這不是我們要的cyberspace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想我們應該不需要更嚴格的法律 或更多的制度去規範這樣浮範的新聞 那所以應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從科技來的科技可以幫忙嗎 我今天早上最大勾勁就是聽到 年初的先生說 演算法是可以調整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剛才那個若返也提到了 span這個問題在法律還沒立法的時候就解決了 所以是不是有類似可以 像處理垃圾信件的方法來處理它 當然再來就是說市場的問題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我覺得現在的世界就是個人資料跟隱私 大家自己放棄 因為我們要換便利換服務 那麼請問有沒有其他的方法來做 或者是我們大家能夠想一想 不要分享那麼多的個資 有沒有其他的商業模式的改變 這樣應該可以去防止假新聞的擴散 那再來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囉 不要看到特別的標題就直接按下去囉 然後不要隨便的分享 最重要是要有懷疑的態度 其實像我現在Google就不會只看前三條 可能會看到三十頁之類才決定 我要的心情是對的 好就是說我覺得這是大家要一起來努力的 最後呢這是我在閱歷上看到的這句話 然後其實很難確定它的那個出處跟意義 但是我覺得他說 free speech carries with it some freedom to listen 我覺得就是大家不要再把自己的樂聽權交出去 交給平台決定 大家要把它拉回來 拉在自己的手上 自己決定自己要看什麼 這一定就是能夠阻止假新聞擴散的關鍵 我們時間其實已經幾乎超過了 不過假設有人要詢問我們的panel 這個魚攤人的話 來請麥克風 你要來發言的請在麥克風前面排隊 那拜託每一個人控制一分鐘好不好 因為我們時間也在接 問題很簡短 但是各位的回答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 我是Rocky Cafe的四點字 分半 OK 那個 現在其實那個internet已經進到realtime時代 那我們剛剛談到很多take down的東西 其實是在internet沒有那麼realtime時代 發展出來的一些技術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在facebook上面 可能會有很多人利用直播來播 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各種犯罪的事實 或者說在LINE的群組裡面有很多 我把它叫做Breaking Fake News 然後它會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在很多群組之間傳來傳去 那我想請問在座有平台業者 我自己過去也帶過平台我之前雅虎的員工 所以我大概知道會有這樣的一些 大家會怎麼樣處理這種事情 但是我好奇的是說 對於這種新的realtime這樣的技術 平台怎麼看 然後政府怎麼看 然後人權團體然後律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謝 剛才就提到其實不管是realtime還是不realtime 其實這個就可能信息 如果是大家都是假的資訊 大家如果就是說確定這個是一個不好的 那我們一直會 就如果是違反法律法規的會take down 或者是內容工廠的 甚至整個的content provider都會被take down 比較棘手的一個問題是 直播他的這個時效性 就好像您剛才說的 比如說如果有一些自殺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暴力行為 那這一塊的話呢 Mark其實前不久的話呢 有一個新的post 我們有增加三千個員工會 不是單單針對直播 是針對這個內容的一些審視這樣子 那他們也是說從人工的角度會去做這樣一個努力 那全部現在total在一起的話 全是就還在招聘的過程當中 那全世界就是說加在一起的話 大概是七千五百個員工會去做這方面 這個是人手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靠科技來解決 但是剛才那個曾律師也有提到 就是說 machine learning 包括 AI 還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不能夠完全解決人手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就大的方向是人手加科技這樣一起來做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說 我們根據我們的一些西方的一些研究人員的一些觀點 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就是說自殺的時候 你馬上把這個視頻切掉就是最好的一個解決辦法 我們也事實上在臉書上面發生過 有人就是說在直播的時候他有一個自殺的行為 但是可能持續了一段時間 反而有一個time window 使得他的朋友或者看到的人可以報警處理這樣子 你如果一旦就是下去的話 完全就失去了這個好像一個風箏這樣子切斷線 那另外一個方面我還是想再強調就是說 realtime 這部分我相信所有的平台都是相當 會覺得是比較挑戰大的一個領域 包括 LINE 也是一樣 Google 也是一樣 但是教育的這一塊是前期我們可以去做很多的預防的工作的 如果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對這個realtime的這個資訊傳播也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的 謝謝 來 來 沒有問題 是 就是說我在入閣之前是那個12年國家科高科法會委員 我們當時有提出一個三面九項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在國民教育裡面 從就是兩年後 就要開始培養就是自主行動 社會參與 溝通互動的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因為以前的問題就是說 在教室 雖然我沒有上過幾年學校 但是以我的记忆 就是说老师是会灌输学生 就是说老师用某一种态度讲话的时候 你非听不可 然后你不听的话就打你什么之类的 那你用这样子的教育长大的小孩 你用某些字体 用某些方式 你把它prime进那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 他就会相信 然后就会觉得说 好像一定要听从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在教育学上面 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字体 跟任何声音合成任何讯息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希望培养新一代的学习者 是说他除了有就是身心素质 或多元文化的理解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科技资讯跟媒体素养 不是分别教 不是开一堂课教 是说在你学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要融入科技资讯跟媒体素养这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批判思考 那相信刚刚大家都已经说了 就是说看到了什么东西 不要就觉得说 这跟你小学老师讲的话的声音一样 所以你就得相信 或者是说就跟这个小时候家里买的报纸的字体一样 所以就得相信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任何人都要自己判断 自己的这个媒体素养 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 我们在规划就是课纲这个过程里面 现在延后一年的实施嘛 给了我们更多就是教师培训 然后以及去做这样子的领域的发展的一个方法 那相信新课纲一实行之后 我们慢慢会有新一代的小孩 他们不会再盲目地被这样子 就是不管是情绪上的 或者是一些演算法上面的这种操纵 谢谢 OK来 喂喂 我其实就是符合那个媒体素养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很重要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乐听人应该 要想办法去掌握一个有问题的言论 它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特征 去辨别它并且知道怎么样不会让它的流传范围变大 那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是大概十年内可能都成效会很有限的东西 但是一定要做 然后刚刚那个realtime的问题我觉得在人权团体的立场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有要规范这件事情的话 那可能要小心不要走到过度事前规范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可能就会某种程度上它就会钳制到言论自由 那会涉及到说到底有没有过度审查的问题 对 我想 我补充说一下那个就是刚才那个谈委员说到这个教育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政府还没有做的 我们已经前期开始帮政府做一些了 那说到这个自杀预防 包括一些网络安全 那我们今天也是跟iWin一起合作 我觉得其实iWin好像一个台湾的模式这样子 其实可以借鉴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领域 那我们有自己拍短片 大概有八条片这样子 然后也全部都是翻成中文 然后通过iWin还有儿门复原会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展示 他们也是历史很久 四家一起把这个宣传片 包括我们提供的一些背景的资料 怎么样通过他们的网络 带到台湾的学校的网络去 不仅仅是台北 我们也走出台北 因为这一部分我也希望请大家理解 就是说作为平台业者来讲 我没有可能去跑台湾一千家学校 甚至所以我们会提供到资源 这也是我刚才就是Prentition里面也提到 Partnership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大的 大家要就是说守望相助 通过一个合作的关系 利用不同的优势跟资源 我们的优势可能在于说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资讯 可以提供一些支持 那台湾本地的NGO的支持在说 他们有这个网络 那大家如果相结合在一起 可以发挥一个更大的效果 好 谢谢 来 陈文生 我是ANI陈文生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不是说请教 就是说 因为今天早上 刚刚政委提到 你的投影片里面有什么 五圈一叉 可是四个圈上面 其实都是 好像都不是政府可以做的 不是说不是政府可以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刚刚像若帆其实也有意见表达 就是说其实像共识协力 这概念其实大家今天谈的蛮多的 那现在就等于是说 那现在就等于是说 好像政府可以做的 除了Q&A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不是说只有Q&A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 就是 empowerment这个 包括讲教训 不是 literate的这个教育 还有 媒体 就是业者的自律 对不对 感觉业者的自律 业者的自律 本身 需要有一些东西去push他们 然后我们要join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个自律的规划做出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国内是做的很少的 我觉得现在 这个对话本身是 包括像过去的Facebook join到NCG很多讨论 然后形成这个 这个过程是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过程 可是 刚刚人前问的challenge 说这个过程不open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你们还有很多 不是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有很多国际的公司本身 你们像在日本 像在美国 像在欧洲 有很多的权利 data protection的权利 我们 若寒讲的 说我们自己要先了解 然后才能够给你们去deal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我们要learn this process 然后能够把这个自律的规划 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政府本身好像应该 有很多东西要做 要去push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说 怎么样给大的业者 本身觉得我们很友善 然后他们愿意把很多东西 能够引进来 然后在我们的process里面 可以implement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 我不想说 政府本身 你四个圈上面的 好像我们还是 政府要做很多事 我是这样子 不晓得是不是 对 首先政府不要挡路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政府本来在做很多事 是在挡路的 这个就是 不管是用过去印刷品时代的想法 光碟片时代的想法 还是其他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 就是说 在很多 在前面那个四个圈上面 我们先要保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四个圈 有可以发生的土壤 而不是说 因为政府做了一些 这个帮到忙的事情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生 那这个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就是整天都是在跟 就是在画白板 就像刚刚讲的 在解释说 为什么就是传统的什么 调查资料啊监听啊 所有什么这些概念 电话时代的概念 在LINE这个时代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光是这个 对焦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就是政府可以做的 而且这是为什么 我之前在主持的每场会议里面 都可以留竹字稿 那中文的竹字稿 制作起来比英文麻烦 这是真的 那但是 这个AI科技 相信很快会有帮助 那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这个就是整个社会 一起学习的一个过程吧 所以说 第一个是政府不要帮倒忙 然后第二个是说 政府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在技术 允许 人力允许的情况下 做到人的透明 那像其实 NCC的会议 就是其实社群朋友 也有做共笔的 他只是没有做到竹字稿的程度 所以当然还是会被challenge 那但是我相信 这个是可以继续精进的 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参与这个 所谓的跨部门的 cross sectoral 的这个process 但是我们不设定这个process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这个process 这个程序 它必须是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者 都觉得是好的正当的 而且是我们未来可以改善的 的一个程序 这个时候政府 作为这个程序的一部分 来加入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政府自己设定一个程序 然后说 大家来玩 不玩拉倒 那这样子的话 那些不同意这个程序的人 会在外面挡住 这个其他人的进场 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情况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接下来就是 尽可能挑一些议题 像刚刚其实大家都讲到说 chall porn 这个就是儿童色情 其实是大家都有共识 出现了 基本上你有行责嘛 儿少保护法 然后你也可以去进行处理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说 如果现在他满18岁那一天 或者说他满20岁 或满22岁 那同样的事情 这个有一个恐怖情人 然后这个分手之后 他当时这个大家合议拍了一个照片 他就去散播 那可是这个东西它既不是猥亵 它也不是当初是道路 所以其实我们无法可管 可是无法可管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就不应该是政府来跟大家说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因为这毕竟是 有点像是一个原住民族 在网路上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政府不是这样去管 所以如果大家到 vtaiwan.tw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所以任何就是 有贡献您的意见的朋友们 我们会先把这个process设定起来 然后对revenge porn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有两个主题嘛 revenge por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hare economy的定义 那像这种东西 其实都不是政府说了算的 政府我们现在今天 如果立一个这个什么办法 共享经济办法 然后说我们觉得共享经济 就是符合以下四要件 五要件没有人理我们 根本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是要互相倾听 来达到就是一致的价值 大概是这样 谢谢 我是开放知识基金会 台湾杜正义 那我有两个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想要请问陈述 那你们Facebook对于说 这些fake news的这些 对于处理 就是关于除了讯息的过滤以外 你们对于处理Facebook 发送fake news的帐号 什么任何的策略 因为根据Facebook的community standard Facebook有权去停止 这些帐号的发送 但是比如说在台湾 曾经有一些部分使用者帐号 因为社会违法 或是其他关系被停止了 那你们要怎么样 让这些被冤枉的人生负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是想要我请问陈述 就是今天刚刚听到 您对于政府最近做一座 假新闻的这些分享 但是我其实很好奇 因为在您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里面 事实上透露的 其实是政府的 政策沟通失能的问题 然后跟 其实跟 郭伟伟老师一开始讲的 fake news的定义上 跟本质上其实有点差距 那我好奇政府 其实他有花多少的心力 一直在努力地处理前段的 就是沟通失能的这个部分 谢谢 谢谢 我们脸书有一个文化 这个我们部分 公司的文化其中的一部分 叫做stay focused 就是要抓重点了 可能用国语来讲的话 那所以针对这个 虚假资讯和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如果是 内容工厂肯定是 worst of the worst 最坏的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账户 一个page 它屡屡发布一些虚假资讯 包括可能刚才就是说 明轩提到的一些虚假的广告 那完全是可以把这个page 直接连根拔除的 那就解决了 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 包括他之前 他花再多的钱去培养粉丝 什么就全部都没有了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 给到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factor checking的这个机制的话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就算是我们在美国 或者欧洲现在部分国家 有这个factor checking的这个机制 我们也不会去加一个label 去说这个就是假新闻 这个就是真的新闻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label 叫做disputed content 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合理的 最公平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自己是媒体出身 说实话 我觉得说 你今天说的是假新闻 特别是涉及到这些政治的资讯 可能过个十年回过头来说 那个其实是真的 以前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我们把它认定是一个disputed的 一个content 那告诉大家 这个也没问题 我也想就是再补充说一下 就是刚才很多提到NCC的会议 包括明圈 会议本身呢 其实是完全是multi-stayholder的 每次会议都有 那个若凡当时还在Google也有来 包括那个民间团体的话 可能十几个都应该有吧 包括不同的学者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唐靖伟刚才提到 确实当时就主要自搞 这部分我们可以再改进 当然还有涉及到一个问题 因为说虚假资讯的问题 时间性很紧 然后当时把大家聚集到一起 然后又要就是说 差不多开会有五十几个人 如果每个人都要签字同意说 我愿意把这个竹子搞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改善的空间 我们这部分来讲没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要开放的话 那那个唐正伟这边是做得最好的 我跟你第一个meeting你就告诉我 说要记录 我说没有问题 这都是特别好的 政策共同失能 其实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然后每两三天就出去打篮球吃个饭 那根本没有谣言的问题 你听到他的八卦 下次见个面问就是了 根本不会有谣言问题 但是政府为什么跟人民 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公共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政府组织的运作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效率的 就是说它是在好比像说电话那个时代 发明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它是有一个很有效率的分层的一个组织 所以说政府跟人民之间的距离呢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甚至稍微有近一点点 现在的状况只是说 在各位的这个努力之下 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近 所以说就感到说这个跟政府之间非常的遥远 那但是人民之间近是已经进到什么程度 进到潜意识都已经互相干扰的这个程度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必要进到这个程度吗 政府有必要跟人民就是到这个程度吗 我也觉得是不必要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 而不是就是一些比较这个小小孩似的 那样子就是说任何的情绪都感染 然后人家一哭整个幼稚人一起哭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说政府在跟人民沟通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 所以我现在不会说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 我都是说对等关系 peer to peer 就是说我是一个peer 然后你是一个peer 那我们俩是两个成年人 那我们就是好好的彼此的倾听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所以倾听的距离呢 它其实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就差不多是我们现在彼此之间做的这样一个距离 再近了也不妥当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个医院里面 一直建立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这些专业的事务观 不管是在国旅卡的事情上 公务员组工会的事情上 公务人员内部的这个 这个考评机制的改进上面 年金的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公务员自己也是stakeholder 也很希望能够被好好倾听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营造这样子的环境 就是在让我们事务观自己 也站在这个报名的这个位置 然后去理解到说 我们用一种宁静的一种方式 Calm Technology的一种方式 宁静科技的方式 彼此倾听慢慢是可以彼此聚焦的 那像国旅卡 虽然处理的最后 大家不是很满意 可是也都大概还可以接受吧 那当然就是最后就这个名字嘛 我们还会调整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慢慢的多几次这样处理 然后增加就是实际处理的 事务官们的第一手经验 他们慢慢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正确的距离 再近也不妥当 再远也不妥当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了 它不可能一两年就发生 绝对不会在我任内 就到大家想象的这个完美的这个状况 但是至少这个方向是正确 我们不要挡路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谢谢 我稍微补充一下 朱伟 对 就是针对刚刚Audrey提的那个事情 就是说刚刚谈到的那个 其实政府部门之间 我觉得其实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Digital Transformation 因为这个过程 我举刚刚Audrey谈到说 本身是受害者 它其实还有前段的故事 因为刚开始本来是 我们去share 国际的做法 结果后来我在立法院 去做业务报告的时候 收到非常强烈的政治上的狙击 就是说 包括也要透过那个过程 跟立法院做很多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整个网路治理的process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起在这个过程 当中 透过不断的对话 政府部门之间 包括行政跟立法 还有刚刚谈到的很多跟治安的议题 我们也必须要跟 剪警调的单位来沟通 就是说其实网路的游戏规则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说 政府跟民间 公司部门之间 还有政府本身内部 其实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谈网路治理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整个做一个数位的转换 所以只能就是说大家要一起继续努力 以上 谢谢 你是最后一个 好好好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刚政委也有一直提到说 这个现在政府部门是希望可以在 就是越来越这个公开透明资讯的嘛 那所以我只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业者 已经在做透明报告 NGO也在做这个网路透明报告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 我们过去这个还是比较停留在这个电信业的这种 在处理我们的这个通讯传播的这个保障法 还是比较针对它每一年司法院公布的这个统计处理 还是比较局限在于这个 就是电话通讯部分 那我们的网路的这一块的 那个所谓的这个 surveillance 的这个数据 其实反而不是那么的透明的 那我不晓得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去促成 这方面的相关的数据的公开更透明这样 那另外想要问业者的部分 是说有听到Facebook跟Line都有在做 所谓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帮忙user去厘清所谓的一些 misinformation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想要去问的是说 你们怎么样去界定 什么样叫做不好的information 因为比如说之前其实 以前Instagram又有发生过像 Block一些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 Facebook去Block掉很多你们认为 不恰当的图片 甚至是有的人 他可能只是把他的这个 卫生棉的照片 公布在他的Instagram 就已经被Block掉了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有时候 就是你们的那个筛选的标准 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言论自由 那我不晓得你们 怎样去避免这样方面的一些冲突 谢谢 非常谢谢 刚才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嘛 那依法行政原则这个讲起来非常高帽子 而且这边其实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看法律 你刚刚讲不管是profiling surveillance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以前 大家先要知道说我用了这个准具法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解释 那有时候这样子的解释 并不是行政体系可以自己做出的 事实上行政体系自己做出的 往往民间的朋友们也不满意 所以像举例来讲就是个人资讯保护法的相关的事情 就是麻烦了司法行政法院的朋友们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跟跆拳会的朋友们 跟卫福部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就是经过一个过程 那过程里面也不一定非常的愉快 那做出来的这个最终的裁定呢 这个双方都不满意以我的理解 双方都不满意 但是这个毕竟是最高行政法院嘛 就是说至少说就是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说对于目前还没有共识的部分有了一个共识这样子 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焦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当我们对于我们目前没有共识的部分有了共识之后 那至少就是所有的承办人在处理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哪些是一定可以做的 哪些是一定不能做的 哪些是灰色地带他会需要进一步的沟通 进一步的讨论进一步的解释 那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 好比像说在形式里面forensics 就是见识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很清楚的 它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处理方式 不会因为是查扣一台电脑或一个手机而有差别 但是呢 好比像说profiling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就是非常的模糊 这件事情我们并 就是大家听到profiling的时候 有些人是觉得是好事 有些人是觉得是坏事 然后可是这个情绪的部分 我觉得没有对错 重点还是大家能不能够对焦到说 那我们对于这件事情 社会上面要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 你有这个共同的价值 才能说服立法委员说 好那不符合这个价值的东西 政府就不应该做 然后如果不信做了 应该要公布应该要就责 那但是如果连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共识 也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政府就多做一些这些 这些好棒啊 那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我们承办的同仁去说 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后甚至是要做这个主动transparency 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像多半这样子的活动 凝聚出社会的共识 知道哪些事情 真的是政府不该做 或政府做的时候 必须要是非常透明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社会上的共识的话 我们不可能靠行政院里面 两三个政务官的力量 就让所有的公务人员 有对焦的这个行为 大概是这样 谢谢 我回答那个另一部分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涉及到如何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虚假资讯的 那个引导信息的时候 怎么样去界定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四月份的时候 有没有在台湾的朋友 有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news feed上面 出现的那个十条 就是how to spoil false news 其实我们是用了那个 那个first draft的那个版本的 对 所以这一方面可能 Facebook跟台湾的 现在这个政策的 这个导向也有点像 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专家 那你把专家请过来 让专家来 来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不是媒体机构 因为新闻这方面 我们就 就依赖我们 那个first draft 但它有一个很强大的 资讯的网络 同样的事情 在我们在做一些 自查预防的工作时候 那我自己本人 或者我的同事 他们也不是心理学家 也不是一些精神的一些 分析的一些专家 那我们就 跟那个 耶鲁大学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其实就是 他们专门做 EQ的那一部分的 研究中心合作 让他们来跟我们讲 自查预防有哪些的 东西可以做 至于刚才提到 其实就是说 包括澳洲 或者台湾 有时候会发生一些 雾山的一些情况 那 所以 还是会回到 刚才说的 就是说 你不能单单 完全去 依靠 machine learning 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时候会是有一些 automation 的一些 一些错误的判断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会有 secondary 再会有人去 review 那当我们发现 这个错误以后 我们也会很快的 restore 然后也会 道歉 所以也请大家理解 我有时候也觉得 我的工作压力相当大 台湾有一千八百万用户 出一个事情 就好像会被骂死 这样子 开玩笑了 其实还是 台湾的用户 就是也是很喜欢 那个 Facebook 我也就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像 今天这个论台这个机会 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去 听到说 有不同的声音 大家 concern 在哪里 那我们也就是 对这个我们将来的工作 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就是明年也可以继续搬下去 谢谢 因为今天 我可能没办法再 给更多人的发言 但是我想用一个简单的 来 comment 一下我的看法 我在I-Kent 当董事六年 那我们经常会碰到 所谓的恐怖攻击的威胁 那今天我们不管讲 他叫做fake news 或者说争议性的言论 那我在这个I-Kent 董事会 我们讨论这个恐怖攻击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面对 跟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要进 奈罗比开会的时候 各位知道奈罗比 刚好在一个礼拜前爆炸 爆炸 然后而且我们得到消息说 奈罗比那个terrorism 那个恐怖分子 准备来攻击I-Kent的会场 结果我们董事二十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 亚洲人都说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换个地方 亚洲人可能不要怕死 大家都说都不要去了 结果我发现很让我驚喜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个驚喜 所有欧洲的董事 跟有两三位美国的董事 有两三位美国的董事 当然有一个美国董事 因为他以前当兵出来的 他是soldier出身 他一直坐到上校才退休的 他说no we should not wait for 他说你绝对不能退缩 他说你只要退缩 你就是跟恐怖分子低头 他说we should take it as a regular day 就是说你还是要把它当作正常的生活来过 但是你当然要特别小心 因为已经有恐怖的 有这样子的这个消息来了 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做security相关的保护 但是千万不要让 不管是恐怖分子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fake news 伤害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正常的硬作 因为这样子你等于是对它低头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经验 我也特别提醒 让大家知道 不管你是在真实的社会 或是cyberspace里头 它永远不是完美的 我想没有人能够expect 这个世界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一个世界 当它不完美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它当作你的一个regular day 来生活下去 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 今天听了很多人的 那个发表的意见 把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最后一个我要特别提醒 最后一个我要特别提醒 我们这一次的会议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session 叫tagger 那我必须要讲说 为什么叫tagger 因为在1998年我参加网络会议的时候 我们这个领域里头 一看到一堆男人就是没有女人 女孩子非常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认为说 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络或是在科技领域里头 应该有更多女性能够来参与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办tagger IGAN的会议 每一次的会议都有一个tagger的session 就鼓励女性来多参与 那各位假设是女性 女性优先 男性你可不要抢在女性前面 因为这是这个girl跟woman她们的特殊的privilege 我们在这个罗素路的对面有一个咖啡厅 那个有人监现 你可以去那边喝咖啡吃甜点 是不要钱的 那假设你不知道在对面哪里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会场的秘书 或是相关的这个同仁来询问 那最后我麻烦各位 用你的两只手 谢谢我们今天六位panelist 他们讲得非常的好 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各位